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黄依依是在凡人游喜认识的 猪猪是个很贤惠的女孩 凡人游喜真的挺不错的 拥有十万本地单身优质会员 我们能走到今天 感谢凡人游喜的戳合 你还在为年龄越来越大 却还一直单身而烦恼吗 扫描二维码 注册凡人游喜会员 或拨打热线电话8805 8805报名 重庆本地十年品牌口碑保障 十万本地优质会员 百分百实名认证 高达80%匹配度 总没有一个属于你 想相亲想脱单 就来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 专业婚恋平台 掃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能免费注册体验 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VIP会员 免费相亲免费找对象 还可获专业红娘的 一对一相亲服务 精准定位你的爱情 在重庆想脱单就立即扫码 加入我们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凡人游喜我们等你 汤第二次来到凡人游喜 专门带上好兄弟 给自己助威 三二一加油 遇上温柔可爱的她 男嘉宾一见钟情 穿着和这个打扮 我觉得都是我喜欢的类型 可女嘉宾却为何一来 就发出这样的感慨 感觉来自个恨人 男嘉宾又做了什么 竟让女嘉宾和南方亲友团 如此评价 这个东西我还感慨 也是吗 最怕喝吃两种感觉吧 那个今天到这 感觉好像就老个有点大力一点 男嘉宾又拨通了谁的电话 令特派缘和亲友团 如此激动 哪里都是个小子啊 那那个已经作为你的亲友团 都接近崩溃了 男嘉宾又因何事 向女嘉宾道歉 我的人手上保全 他的道歉 又能否挽回女嘉宾的心呢 凡人游喜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一杯药酒 百草香 致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失病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奥才 经过671项质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养肺正当时 气短 喘咳 肝咳 痰咳 您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治疗 咳痰痠 请用养无急排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 永累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 秘制而成 药量足 药进墙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爱情考争取 外部放弃 各位好 欢迎收看 凡人有喜 我是今天的 相亲特派袁张征 好 各位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这位男嘉宾姓于 他曾经在两个月之前 来过一次我们的节目 虽然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 表现得不尽人意 不过最后的结果 还是好的 他在节目当中 是牵手了一位女嘉宾 牵手成功了 不过下来以后 通过两个月的相处 最终没有跟女嘉宾 继续走下去 两个月之后 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这一次 他会有什么新的改变吗 来通过短片 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于晖 我来自重庆云洋 年龄二十三岁 我的工作是 煮鸡鞋的玫瑰 收入八千 本期交由男嘉宾 于晖二十三岁 身高一米八三 职业挖掘机司机 月收入五八千以上 婚姻状况未婚 大家看到 今天的男嘉宾 一定不陌生吧 男嘉宾在两个月前 就曾参加过凡人游戏 在档期节目中 男嘉宾全程 都表现得相当的紧张 沉默寡言的他 也令女嘉宾难以接受 但在表白环节 男嘉宾却拿出勇气 大胆地向路人集散 为自己加油 最终打动女嘉宾 牵手成功 可为何他又再次 来到凡人游戏了呢 当时时代是签手成功了的 在实际下可能有点 那个沟通的语言 可能有点 那个不合适吧 感觉这个 没有那个了解了 我上次来到那个 凡人游戏 我个人感觉确实很紧张 我现在我把我的朋友 带过来了 我想我朋友给我唱歌呀 我是义惠的朋友 其实给义惠两个接触 这一段时间 我其实觉得 他是个不错的男孩子 性格开朗活泊 给我们私下接触也很融洽 走其他方面 多多方面 我们觉得是个很不错的 可能上次上级没有所紧张 其实是个性格很开朗的男孩子 所以今天我希望他能够 找一个他心意的女孩子 我现在我想找一个 我的女人版 善良可爱 对待感情是一心一意 而不要三心而已 男嘉宾的周要求 一 善良可爱 二 对待感情一心一意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 曾经上过我们的节目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他是相亲成功了 但是私下的相处 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不过我们的小伙子 还是愈战愈勇 再次来到节目当中 肉眼可见的有两个进步 第一个就是带来了亲友团 上次节目当中 男嘉宾的表现特别的紧张 特别的不会说话 今天带来了一个帮手 帮他说话 帮他聊天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聪明的做法 第二点就是 男嘉宾的穿着打扮 算得上是阳光帅气 比上一次的形象 进步了很多 因此我也看好你今天的表现 说明你是充分地准备了 再来的 你还是有点紧张 还好吗 那个手两个 两个偷偷偷啊 好 男嘉宾姓鱼 小鱼 两个月前 当时来参加我们这次节目的时候 那天播出的时间非常浪漫 5月20号播的 无二令 在节目当中的那个高贝 为啥子上一次 前手成功了 今儿有来 你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两个月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啥子 华里找到聊天 你都是哪种 感觉 对 实际上去 刚开始还好吧 只是我聊着聊着 他感觉说 感觉我能量 他说感觉 不是我也猜 那就好 我说就没其他的 行吧行吧 我觉得不管能够 反正你们是和平分手了 是不是 对对对 那一片都放过去了 对对对 你往前看 发现前面还有一片森林的 是不是 好 那这一次来 和上一次 你算是二进攻了 对 你刚刚个人也说了 你觉得上一次 表现得有点紧张 对 那你这一次来 你总有一些经验 你打游戏 都还有经验值的 是吧 有什么调整 有什么改变没得 想想想想 半天又想不起来 那个旁边蹲起那个兄弟 是不是你这一次的改变 是哪个 我朋友 朋友 今天看起来过来是什么 那我一路来过来 帮你扎起来 对 是吗 是 也想到也是 你经常的后盾嘛 是 你也是一个改变 是不是 请什么 先打你 打你 任老师 给你上场了 任老师 给你排上你的用场了 他上的时候 比你还高兴 追求你了 困儿是叮叮叮叮的 任老师 你好任老师 这段久了 困儿叮叮叮叮 你那个高兴干啥子嘛 他来相亲 感觉像你找到媳妇一样 兄弟高兴是 你啥状况现在 男生妈还议婚 我议婚了 议婚了 哦 你看看这是过来人的 其实我也是来 跟他带个男娘 他的人其实 在身体上有点缅甸 有点好像太秀的一些 我感觉错了 对对对 其实私下是一个比较开朗的小伙子 前走国国方面 我是觉得是个很不错的 你哪个大一些 我大一些 你大了好多 要大 很要长几岁 好好好 那今儿相当于是 那个哥哥 那个大哥配的了 对对对 有大哥在心头都要安稳一些 心头都要踏实一些 是吧 那我觉得今儿 那个让大哥 除了说在精神上支持他之外 到时候你还是实际上帮助他 是吧 他要打退堂鼓的时候 你就在后面把他推切 好嘞好嘞 好不好 这个大哥的性格好哦 你多跟他在一起嘛 你都变成一个开朗外乡的人了是吧 你看你看他从头到尾 嘴巴都没弄过 你看旁边那个脸上 那个笑吻好多哦 除了大哥之外 我听说你还有一个变化 因为有那个工作的事情吧 所以说就 那时候带一个 我们云阳上班 所以说现在就跑到重庆 那边上班来了 哦 你一定连这种问题都先解决了 对对 哎呀好好好 你这个态度太短 真好久嘛 以前我们这个节目 还有更夸张的 专门吃老子来参加节目的 我觉得那种又太夸张了 我们负不起个责任 但是像你那种的话 你在云阳的工作 现在调到主城去了 先把个人的这些情况解决好了 能够 都是去迎接旅家宾的时候 让对方无可挑剔 对对 只要什么说 你只要有手里在哪里有换味吃 哦 没有手里人那里有换味的呀 工作换味的呀 工作的话现在没凡 都是在云阳开挖机先到重庆来开挖机 对对对 但是这两个地方同样的工作收入差别大不大 收入感觉在我的印象感觉太低了 就是现在比在云阳的时候要低一些了是吧 感觉确实低 哎呀那是做了一个牺牲哦 没办法 想不想得通啊 有啥子想不想 我觉得还好啊 我打不了什么都说了打不了东西再起 对只要有技术在是不是 然后有了有了爱人有了感情有了文库的那个包藏在 感情会儿的更大劲儿 对对对 少了好多嘛 对 少了大概 钱都我想钱几千块钱 那还好那还好 对 少三千块钱多个媳妇 这个选择去哪个都会做 对不对 对对对 在上次节目中男嘉宾紧张到说不出话这一点 为他的乡亲大大折扣 为了今天能够给女嘉宾留下一个好印象 栏目组也特地将男嘉宾带到了凡人游戏线下服务中心 希望专业的情感老师能够为他提供帮助 小雨你好 我是从青天电视台收集洪亮老师过了 是希望今天能够在你的乡亲当中能够给你一些帮助 我也是第二次来到了那个犯人游戏确实 上一次来确实我感觉个人确实太重要了 就是感觉遇到的那个犯境确实不一样 女孩子都是有一个对自己的男孩子有一个期许 那么我觉得首先来见面的时候 男孩子要大方一点 比如说是要引入一些话题 比如说问一下女孩子他有什么爱好啊 有什么喜好啊 那么都从那一块交通去把话题延伸 还有就啥子我觉得要克服自己 紧张的一个情绪 然后再如果你紧张了 搞得女儿来 她也不晓得该让个厕所了 对不对 再一个也都是 你把她也不当成一次相亲 都当是认识一个异性的朋友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对于 环节紧张会有好处 好 我得跟那个女嘉宾见面 有没有啥子建议呢 我觉得可以给女孩子买个小礼物 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 那个时候都是给你增加好感的一个开始 我觉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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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都是要加油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把自己的有点淋漓精致地展现出来了过后 相信这次一定能牵手成功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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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嗯 这个不错 好吗 对 刘儿现在背对我们的都是穿紫色衣服那个 都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给你的女嘉宾 感觉可以啊 有点勉强啊 不是勉强 那个还吞了一口口水才说的可以哦 可以 我们讲这个刘儿的简单的一个情况 这有两个了嘛 两个又开始 马起孩子弟弟来了嘛 他不是我就是盯得的 我就是盯得的 才是一高一低 感觉啦 这种都是要为爱冲锋啊 和不及待 马上擦干了孩子 就要往前面扑了 这种感觉呀 大大发方的过气 有理有解 介绍自己送上玫瑰 好不好 好 祝你成功 来 大哥 三二一 韩哥加油 加油 三二一 来嘛 一切我 你我手 给他加油啊 三二一 加油 加油 李嘉宾 你好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 我叫于辉 这书发送给代表我的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你好 我叫陈静 你不要紧张开 大家好 我叫陈静 今年二十二岁 身高一五八 做服装销售的工资三千五 本期叫我女嘉宾 陈静二十三岁 身高一米五八 职业服装销售 月收入三千五百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的老家是永川的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重庆 没得啥子朋友的 平时休息的时候 都打开游戏 看看电视这些比较在 我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然后感觉他平时都比较忙 没得啥子时间的 我也是那种比较连人的嘛 然后他就没得啥子时间来陪我 长期段加班 然后就觉得不那么合适 都分了 我的要求是找一个有时间陪伴我的那种 然后工作也不是很忙 在重庆有一套住房 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差不多了 女嘉宾的做服要求 一 有时间陪伴自己 二 在重庆有住房 三 有稳定的工作 我和然他过在旁边在商量 我说我们两个再也不上来的话 可能你要和那个妹妹在那儿站到天黑 站起面去早上 就不晓得那个嘎子 我们先问一下刘嘉宾 他心啥子 晓不晓得了 刚才谁晓了 可能说了 说是没听清楚 说了半点点心啥子都不晓得呀 我叫陈君 哦 新陈 来 我们两个都认识了 刚刚男嘉宾他天一 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 一个就是心意嘛 一支玫瑰 他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代表啥子 一生一世吧 你给我猜呀 你该是哪个说的 是哪个说的呀 你该是哪个说的 我来说玫瑰 代表那个 哪个 对他的那个一生一世 哦 哈哈哈哈 猜见面都说一生一世 我觉得话又说得有点太大了一点 代表今天对你一个很好的印象嘛 是不是啊 刘嘉宾和那个打扮 我觉得都是我喜欢的内向 他比较紧张吧 然后比较内向 嗯 我男嘉宾会说话的 男嘉宾 妹妹想男嘉宾 你看他男嘉宾吗 看你男嘉宾吗 你把话闯过去嘛 你又问男嘉宾嘛 哎呀 就是男嘉宾才是真正爱想亲 男嘉宾 找个地方坐一哈啥 坐到聊啥是不是 碰到个太阳 美你走得来也幸福了是吧 是吧 你是男活吗 你出动点啥 哎 嗯 我们先去找个地方坐点聊天嘛 哎 等下你带路嘛 你选择啥子 我都选 不要说啥都选 这个东西我会尴尬 我平时也是比较一个随便的人 前世说出来 我随便吧 我都真的说梦了 我对那边也不是很素 我对那边也不是很素 随便找我都不说 我对你来 那边也不说 你不可能是面过的哈 肯定不会 你不可能都来来来 我说 你以为啥子吃的 还是要求 不得吃不吃的吗 吃的都吃的 吃大种是吧 哎那好那好 带着女嘉宾找了一圈之后 男嘉宾终于找到地方坐下了 但此时女嘉宾却找到了特派员 说出了她心中的不悦 感觉她没得啥子 不见得就像吃饭那些 她都问她的朋友 她在吃饭的地方的时候 也是一个人在前面 走得比较快吧 然后我一个人在后面跟着去 也没有找过一下我 面对女嘉宾的不满 男嘉宾又将作何解释呢 刚刚刘儿找到我 给我翻译 说在早吃饭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好像你不晓得 该去找哪个地方 不晓得哪个办的 当时是哪个想的啊 心头 当时我只是想找一个 宽一点的地方 比较好去嘛 因为 但是我看得也没有 好像没去找嘛 一直在转圈圈打转转了嘛 也是在找啊 所以对那边不熟悉 哪个地方既然不熟悉 今天来之前 你又没有到那儿 先转一圈 先去看一看 观察一下 有没有在吃饭的地方 做那些工作没得啊 我来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转一圈 基本上它都是光是想那种 就是面的生活 也没找到啊 因为觉得面罐倒是遍地都是 还是你觉得可能 招呼你会吃面呢 肯定是那种差别嘛 就是他不是不想招 他是一眼望去全是吃面的 但是他不想让你吃面 想吃点耗的是不是 对 好 还有都是早是早嘛 你不要剪了芝麻丢西瓜 顾前不顾后 你光是老口眼睛再早啊 你都忘了后面还有一个梅子了 是不是 刚刚六二爷给我发现说 好像觉得你没有把他 招呼到你个人往前面 跑很远 他都跟到你后面追 过马路啊 看到上坡下坡的啊 如果说有个人往过马路的时候 停下来等会儿你 那种还要在 帮你把车子给你拦到 对不对 好 让你小心点 这会让你心头是有什么感觉啊 这种情况 感觉比较有责任性吧 比较贴心那种 心头会比较舒服是不是 那么放过来又会给你啥感觉啊 不成熟啊那种 然后买责任性的 好 刚刚你做的是一些错误的示范 但是啊 我想把你们那个大哥喊过来 喊他做正确的示范 上大哥来来来来 不知道大哥你到底是在工地上班吗 还是在向事社上班 那你一上来都用个嘻嘻嘻嘻嘻嘻的笑 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看到你们那才感觉开心 刚刚在找吃饭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那个小兄弟和你们的 还是需要住在更好的地方 大哥比较说啊 跟你家边出去啊 其实有好多事多以李嘉宾为主 其实像过过马路啊 其实很小的戏剂 能看出一个人 想多看一下 像主持人说的呀 多看一下啊 往后面看一下 哪一个呀 女儿 女儿很多时候都看的都是这些戏 其实给对方说感觉自己很深 很真实 很真实 从前面啊 他有一种先好地 大哥的意思是说 无法定应该 先起把菜颠到全部藏一遍 就对 来家回到还可以 你再吧 没人带过去 吃了 这滚颠 看看 直接给我啊 你们今天是休息 你们今天是休息还是哪个 休息 每个星期有家呀 每个都一天上 在特派员和亲友团的提醒下 男嘉宾也主动了许多 吃完饭之后 两人也正式进入了聊天环节 你不是说有在重新买房子的打算吗 那你有啥的规划呢 什么的 就是规划就是一种 只要觉得好 其实我们的工作的话 跟那个不一样 我们的工作确实不稳定 那你们一年大概能赚好多吗 工资有时不稳定 有时在我们老家的航行的话 要高点确实要低点 低得几千块钱 那你为什么在你们老家上班 然后他就重新来了 因为我其实也上来 那个航行那边发展 重新没发展 你不是说你们老家工资高线吗 其实高线高线 那边你那个发展那个能力的话 感觉圈子不是很大 我们云南那边 圈子不是很大 其实钱的话 多少都无所谓的 那你规划是好久结婚了 或者是找在线 我规划的话 基本上只要或者说了结半年 或者一年 半年一年啊 嗯 但是你的房子是能贵的啊 你们妈妈要给你买吗 还是哪个呀 我只想凭我自己的事 凭你自己的事 但是我觉得重新的房子 还蛮贵啊 其实还好吧 哪个人说呀 只要自己努力 每个得不到的 只有不想要的 你是打算婚后再买房吗 还是婚前买房子啊 我觉得是婚后 婚后啊 对 那住哪里 有住的啊 有住的啊 嗯 住哪里啊 我们运游那边的 我回家的那边去 那样子 因为太远了 都是因为运的 那些那个运 都是因为运了 对啊 因为我的规划是在重新那边稳定 那以后是相互运游那边发展吗 我想觉得听我的运游那边 如果他去的时候 想在重新发展 我觉得我会 听他的 按照他的脚步走 或者在重新那边来发展 都可以啊 你刚刚有时候回应呀 然后有时候听明白的 哎呀 我觉得那个 其实那个 其实 你也晓得在重新 如果买到房子 也不是一会儿两会儿的钱 你也晓得 在一个 在一个那个圈子 在一个日子的一会儿上中 我觉得能买到一套房子的话 估计的话 说难也不难 说不难也有点了 对不对吗 你一个每个工作的问题的话 在重新买到房子 有时还不低浓诚 你上次看见吗 回来就觉得好 回来就觉得家里那个 运游那带重新买房子 还在哪里 啊 因为我是比较想在重新那边 发展的 然后我也不想想在那边有房子 是那种 就是在那边发展 没有在那边买房子 没有在那边发展的话 肯定都是要 需要在那边买房子的呀 确实在重新买房子的话 说便宜也不便宜 说贵也小的 重新那个地方 基本上 突然一下 带来这种地方 确实有点那种难度 男嘉宾认为 在重新主城购房有难度 可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我觉得重新的房子 还蛮贵呀 其实还好吧 男嘉宾说呀 怎样自己努力 每个得不到 你自己不想要的 我觉得重新买房子 没必要有点想啊 还不提龙腾 一杯药酒 始于1739 精选67位到底药材 经过671项质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养肺症 养肺症 正当时 气短 喘咳 肝咳 痰咳 痰咳 您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 治疗 咳痰痰 请用养无急排 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 永累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 秘制而成 药量足 药进墙 药效尝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我是希望 来重新留一套房子 我就问他 然后他就说 想回药杨那边发展 然后他又说 听我的意见 我是想在重新留房子 然后他是想回药杨那边 我还想去 他不是说听你的吗 对啊 他说听我的 但是 回来他又想回药杨 就是很矛盾 其实我觉得的话 现在 因为我们两个都还 比较年轻嘛 比较少那种 其实我觉得 现在买房子 肯定对他来说 压力也有点大嘛 但是我觉得 只是想试探他一下那种 我感觉他就 没啥子上去 现在然后 一直就回避这个问题 一直就想回 还是想回他们老家那种吧 当然我觉得 现在在主城区 买一套房子 也不是说像你嘴上说的 那么的容易 话又说回来嘛 因为他还年轻嘛 对不对 然后他又是这种 有技术在手的 有自己的这个 稳定收入的 我觉得至少他可以 定一个目标 但说到这个买房子的事情 你有没有具体跟他提一些要求 比如说房子要多大的 在哪儿的 没有 这个金额是多少的 我这些都没有 我只是说我在重庆买一套房子 然后也可以先收付 到时候以后两个人喜欢约工的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他也说了他要置业 只不过这个买房子 应该是他想买在云阳老家 如果说他可以真的 在云阳老家买一个房子 然后在那边他收入可能比在重庆市区 主城区还要高一些 也可以在那边生活得很安逸很舒服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下 你们走到一起 你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回云阳 我不会 因为我觉得是怎样的 女嘉宾态度明确 想在重庆主城购房定居 不知道男嘉宾在得知 女嘉宾的想法之后 又会是怎样的态度 我还是想回到我们云阳那边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工作的话 我现在靠我自己的势力 确实 因为我现在的势力 确实有点不够 在重庆那边那种 因为我的工作 确实是现在在重庆 因为我的工作不稳定的嘛 他说是这种 可是到我们云阳那边 去买房子可能还受亏了 他的意思是现在要凭自己的势力 如果是现在在重庆买房子 条件不隐形 如果说离房 两个人如果赶紧发展 是比较顺利的 如果你要求在重庆买房子 要靠父母的职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爸爸妈妈也是搞建筑这块的 就是说相对条件是比较可以的 而云阳春庆它有两套房子 他爸爸他们因为如果说人 那云阳春庆的房子是 你的名字吗 你父母的名字 公安的名字 这个房子现在是用来干啥子的 是自住吗 出住吗 空气 空气的 我那房子是出出来抓着也不住 装没的 装了 装了空气的 对 那也都是说你如果回到云阳 是不用买房子 得有现成的 对是 你讲一个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打听过了解过 现在城头买一套房子 比如说销粮式的房子 大概需要好多钱 在这的话基本上 我觉得它还是 如果说需要这个房子的话 我觉得还是 就是应该不是那个男的 那个就成了不是那个男的 那既然不是那个男的 我还是不愿意在城头买房子 对 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聊两个回合之后 就是我都体会到女儿的那种心情了 因为刚才女儿跟我讲 她说她跟你聊的过程中 觉得你说话很矛盾 都只想矛盾 但是那种只想矛盾 我不晓得是因为你自己表达不清楚 还是因为你现在在思想里面 你自己是矛盾的 没有 你刚才又在说 你说现在在城头好像也不是很难 那其实不是很难 那我要知道你要给女儿的时候 你不能再住什么去买房子 因为你能够说我营养到有房子 我的重庆人买房子 抓自己也买那么多 因为你现在工作在重庆的 因为你找的女朋友在重庆的 因为有 因为你的好大哥 染大哥 他不可能跟你会营养啊 你一旦回到老家 你所有这些东西都断掉了 哪里还有染大哥呀 哪里还有成美女啊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啊 那如果按照刚刚那个男嘉宾 三人兄弟的说法 如果是舒适的话 你知道的 房子它除了居住之外 它本身也是一个商品 你觉得营养有房子 那个房子 它都是你的资产的一部分 如果真的你愿意在重庆竹城区 你要结婚生子 就完全可以把在营养的房子 卖掉 然后比如说在竹城 才城头付个首付 或者是说你把辣妹一百个平方的 买了这儿买个五十个平方的 房子本身也可以进去买卖以后再够买啊 我想是不能考虑那种方式 我比你大那么多 所以我的感觉 是接地是说可以说是没的问题 因为你要中间那个期间 你还有两百年年的化妆 中间就是一套房子事情 按道理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不足呢 就应该是不是问题 所以你肯定的答应是没的问题的 但是啊我就说日子要过人过是不是 冷暖自知 我和张大哥说再多也没得用的 那是我们两个想象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生活 你的生活是要你自己来过的 那我们现在说了那么多 你自己现在给我和大哥一个说法 你到底哪个想 不是 其实他思想跟我们的那些规划 我也问过他的 其实规划也是说 我感觉还是说很清晰很明确的 哪个一到这儿呢 都赶紧一会说不成头了 其实就是说 简单你进行的工作的重心放在哪里 你既然把重心放在 加上放在重心 那么你就必须要在重建这个事情 肯定的答应嘛 我觉得他是一个实在人嘛 他就是不会说大话 要有信心的 他说出来的话 必须要对自己负责的人 你如果现在自己决定不了 我再给你一个建议 我觉得你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然后把你的想法也给他们讲一会儿 我上来的一段时间 也很少跟我那个老儿沟通 你上来的那段时间 都没有跟家族打过电话 那你都跟你应该打个电话 我也很少跟他们沟通 基本上我跟他说我父母的 妈妈呀 跟我老儿两个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妈妈呀 妈的话基本上来来说 我跟你也是沟通这些 基本上我是一个那种妈 妈 你都是个不孝子 你自己说出来好不好意思 刚刚你还在那儿说 你营养你房子是父母 花钱给你买的 父母都花钱在营养 把婚房给你买好了 你还说你和你父母关系不那么好 你和你父母关系不那么好 你父母来做这个事情干什么 不管两个 你自己要先把自己的思路理清楚 你个人都没有和明白 你如何让身边的人明白 刚刚你看 人大哥都已经是这种表情了 人大哥 人大哥已经作为你的亲友团 都接近崩溃了 给爸爸打个电话 一方面把那个事情回报一会儿 另外一方面呢 你所谓的相亲 我想对父母来讲也是一个高位 也是一个安慰 第三 乘那个机会 找个理由 跟父母通过电话 下个挨桩 然后缓缓一下关系 好 能干吗 我真的是 我说的口感是早了 口水已经飞进了 再说我们这个节目的 都播到晚上12点起了 我相信人大哥 也把他想法就说清楚了 你自己好好地在那儿 走到原地思考一会儿 好不好 电话大还是不大 我建议大 工作或生活 家到底俺在哪儿 你先自己把思路理清楚了 想清楚了 再给对方一个交代 好不好 男嘉宾内心的矛盾和纠结 让亲友团也着急不已 栏目组也打算 给男嘉宾一点时间 让他理清思绪 在片刻思考之后 他又会不会给父母打个电话 询问下他们的意见呢 就在男嘉宾思考和纠结之时 在一旁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女嘉宾 也有些不耐烦了 我是觉得 等久了 我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还有个问题 让我纠结吗 是 有点纠结 因为一方面他的性格 都是有点稍微有点缅 再加上那个事情 可能在他的理解里面 确实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然后他也跟我讲了一会儿 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些关系 包括他和他母头的关系 和他房子的一些关系 所以说他自己一直拿不定处意 而且刚刚我和他在沟通的时候 我得有李李那种体会 都觉得他还矛盾 所以说首先第一 我们都花了很长的时间 来说服他 都和他在沟通过去 花了很长的时间 来说服他 说服他了以后 然后他可能又花了一段时间 自己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不小心啥结果 我也没去问他 我已经等他两个久了 如果是他还能够久了的话 反正我都不想想了 你不要做急 就不要做急 我把你等都等了 你再给他十分钟的时间 好不好 我也最后给他十分钟的时间 我也去提醒一下他 不管最后啥决定 希望他在十分钟之后 把决定拿出来 是的 好 男女嘉宾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主要的矛盾 就是关于房子 买在哪里的问题 男嘉宾的回答就很混乱 一会又是说要在重庆买房 一会又是要回云阳定居 总之让女孩子 听得云里雾里的 那么男嘉宾的真实想法 其实应该是回云阳生活 但是由于他知道 在主城相亲 女孩子可能都是想留在主城的 那么为了能耍朋友 能谈恋爱 能在一起后 再想办法 那么他必须说 我是打算在重庆买房的 但实际上 由于你这个想法是很临时的 你没有经过规划和考证 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去回答 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比如说具体什么时候买 买什么价位的房子 在什么区域 这些你都没有做功课 因此就显得很混乱 那么男嘉宾 其实你现在这种状况 如果在云阳相亲 真的是一点的问题都没有 你在主城来相亲 这个问题其实是无法避免的 那么现在矛盾已经产生了 男嘉宾应该想什么样的办法 来化解这个矛盾呢 一杯药酒 白草香 致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湿病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质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 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养肺正当时 气短 喘咳 肝咳 痰黏 您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 治疗 咳痰痠 请用养无急排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永累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 密质而成 要量足 要进墙 要孝肠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 不急 要好烦 我可能还没看到你电话打了 是吧 然后没有解 是吧 一直打给哪个的 忙 他是在忙吗 在忙 基本上有什么 而且他很少关手机 什么是宽的那个打完 好 那我看虽然电话是没有打通 但是我觉得你做出打电话的一个决定 实际上也是你一种态度 那么我觉得刚刚我和山大夫的话 别是听进去了 你至少说你也愿意去做一些尝试和改变 那一点我们是要肯定的 那我相信在打电话之前 你肯定过得心头一般 有一些事情也是想了 你自己有了一个决定 你才会请问福利意见 是不是 好的 那现在电话虽然没有打通 你现在自己 刚刚我们说的一些问题 你自己想好没有 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 那想到干嘛 那现在电话虽然没打通 但是你把你自己的决定 你自己面对我们去告诉你 好不好 可以 男嘉宾表示 针对女嘉宾提出的问题 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那么他的回答 能够令女嘉宾满意吗 我希望说绝对好 不能说 也不可能说是短一点的时间 能在这个地方或者说哪个哪个好 我希望能给点时间 我还是觉得没问题的 你也是说要再送去买房子 对 就是我现在的话 那都还是 基本上还是 就是买这个房子 都还是要时间 你规划在几年这里买房子 两三年吗 两三年你买得去吗 可以跟那个 我舅舅他们那些结果 亲戚他们 基本上没问题吧 但是你接来要换呢 换不一样 至少少点 那你打算买好大的房子吗 大概是买大点 不要买那个黑小的桌子 黑小的就是 不管是住气或者那个 确实有点不方便 但是买大点的话 你让你收服要收多少 对 不过五六十万吗 五六十万那个多 对 那你两三年你买得去啊 那个话它才收服 慢慢来吧 只要有那个 我觉得应该 只要 应该我觉得 只要我努力的话 我觉得应该没人不合适吧 那我感觉就是 自己 没得那个能力的吧 然后啊 说得也比较夸大了嘛 那我觉得 也时间也太短了吧 就是 一年不够 一年不够两年才 反正 我基本上 是不超过三十岁 现在也是三岁 那你三十岁买房子的话 那你五十岁买房子 然后就 都老了 男嘉宾的最终回答 能令女嘉宾满意吗 女嘉宾最终 又会如何选择呢 好 那刚刚呢 咱们就最关心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我和男嘉宾的大哥 也反复地给他 做了一些思想的工作 男嘉宾呢 也通过自己的思考以后 然后呢 自己拿定了最后的一个决定 然后呢 他把这个相应的决定 也直接面对面地告诉了女嘉宾 那现在我就想先问一下小陈 听了男嘉宾告诉你的 他的最后的想法之后 你现在的考虑是什么 我感觉他都没说清楚 还是没有说清楚是吧 对 他没有明确表达自己也是吧 那你现在还想不想 他当着我的面再给你表达一次 然后算了吧 哦 哦 那个 不是说要还得把话说 漂亮 那个说都还说不清楚啊 就是我和大哥 都已经全那两个咎了 那我们现在就分别再问一下 双方对于我们今天这个相亲过程当中的态度 那问一下 先问一下男方 啊 你现在还希不希望再追求一下女孩 啊 然后呢 你现在对于他的这个选择 你自己什么态度 就对于他你是怎么选择 你想不想跟他在一起 想 不是啊 想 想还是想是吧 啊对 但是你想你把你的态度 没有表达清楚 或者是你表达了以后对方 那还不不接受或者不满意 那这就是你自己的可能问题了 嗯 啊小陈呢 啊 我绝对算了吧 嗯还是做朋友吧 哦 你还想再给他一个机会 可以让他来把这个事情解释一下吗 啊不用了 不用了 女孩的态度你也听到了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也感觉到女孩 对于今天男嘉宾的一些表现啊 最关键的这个事情的态度上面 不是很满意 那我想最后的哪怕要做选择 这个选择肯定最后也是失败的一个选择啊 嗯 很遗憾啊 那今天咱们就这个 相亲就只能走到这个地方了啊 你问他的事啊 他也答不出来 他自己都想不出来 到底是自己想要做啊 这事情 你心里面有点亮亮的 我感觉回去翻试一下 男嘉宾是第二次来我们节目 上一次是在节目当中牵手成功了 这一次在节目当中都没有牵手成功 表面看我觉得这是一种退步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它是一种进步 因为我觉得今天虽然没有相亲成功 没有抱的美人归 但是女嘉宾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是值得你在生活当中 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的 我也相信只有把这些问题思考好了 决定好了之后 等你才能够真正去迎接一段感情 好不好 最后呢还是给他加个油 打个气好不好 不要气馁 但是你一定要自己把很多问题 自己想清楚 自己把它解决好 好 今天的节目这样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 菲涛 男女嘉宾最终是没有牵手成功 女嘉宾最后甚至觉得 我已经不想录下去了 因为觉得男嘉宾毫无诚意 必须说今天的女嘉宾表现是很好的 而且她是那种 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承担生活 愿意一起去买房 富岸街的好女孩 而男嘉宾这边呢 就是由于这种混乱的想法 导致了今天相亲的不成功 还是那句话 我建议男嘉宾 应该回到云阳本地去相亲 你必须了解到一点 但凡在主城来相亲的女孩子 多半都是想留在主城生活的 尤其是像女嘉宾这样 本身就是来自于小地方 她不愿意回到 跟出生的环境 相似的地方去生活 那何必呢 那我还不如回老家了 对不对 所以男嘉宾要有这样的一种自觉 如果说没有办法 在重庆定居 其实也没关系 那么我们就在云阳本地相亲 也是一样的 本人游戏 我来等你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病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 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金 养肺症当时 气短 喘咳 肝咳 痰黏 您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治疗 咳痰痰 请用养无急排补肺丸 祖方圆自600年前 永累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 密质而成 药量足 药境强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我们在去迎接一段感情之前 需要做很多的准备 这其中最重要的准备 就是关于自己个人的未来的发展 工作 生活 事业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规划 那我也相信 只有自己把这些问题 考虑好了之后 那对方才知道 你是不是要找的那个人 大家想要了解 今天节目嘉宾的更多个人信息 欢迎拨打电话 8805 8805 当然你也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你还可以直接到龙湖 新衣食二楼 凡人游喜 卸下婚练服务中心 来直接报名 她是享誉 国内外的餐厅主厨 之前就是 参与国际上的一个比赛 然后参与国就是分支两立打赛 然后佛的一个就是 偷金匠 外表颇有个性的她 在亲友团眼中 却是个传统好男人 她是挺有爱心 也挺有耐心 职业范是比较足的 因为身上的纹身 或者耳环 都是源于做西餐文化的一个影响 面对相亲约会的女嘉宾 她勉腆害羞 你看这里好内向啊 就是表面上看来是有点外向 但是实际上是有点内向 聊天过程中 女嘉宾究竟说了什么 让男嘉宾产生顾虑 你的在意的是什么 如果她还有就是没有走出来 就是如果是后期交往的话 多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影响吧 亲密互动深情表白 最终男嘉宾能否赢得美人心 走走打帮你走 你也看一下你把师傅搞成什么样子了 好不好 咱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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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游戏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嗯 不可以 带棉 我不能 别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